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真的不是在针对主席 让主席难堪 而是说这样的趋势下去 是全党难堪 昨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支持者来 甚至有人叫他小孩 一看到电视 然后从台中开着车带他来 然后现场的时候 也很多人掉眼泪 他们都是支持国民党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国民党这么不争气呢 去年好不容易 有一点起色的今年 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增 这样子强呢 所以吴主席掉眼泪 老泪纵横 我们也很难过 可是支持者掉眼泪 是我们更难过啊 而且我们不知道 是怎么去跟他们解释 所以这个是 你都不能说服你自己 怎么说服别人 对啊 然后所以这是我们之所以说 这么急切的想要跟主席说 这份不分区名单 会出事的 出事真的会出事 民调就马上显现啦 那民调显现了以后 如果我们又无力去辩护 为什么 因为虽然我们有拿到缩帖 可是那个缩帖 就是他个人写的那个 简介嘛 那个不叫做社会的共识 所以是一个 然后区立委当下 也有人就表示说死定了 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正在 第一线的战场上拼搏嘛 对我对宏伟姐 对志强来说 我们去年有幸在去年 国民党最好的时机 因为寒流 我们过了河 可是我们不能够回过头去 不管正在过河的同志啊 心里就在想说反正我已经过来了 我已经逃鬼心的鬼 我已经过河了 那不好意思哦 那你们自己努力 我们不可以这样嘛 那所以现任正在选的立委 他们有很多考量 他们不方便出来讲这个事情 怕影响到选区的信心啦 民众的支持度 我们可以嘛 因为我们离下一次选举 还有一段时间嘛 即便是说可能面临说 也有人说 马上网路上就说 我跟罗志强叫做内斗行明代 我也不知道说 我只有一次讲说 一点点建议 为什么就叫内斗行明代 那其实就有人说 你要小心你会被开除 连郎副主席都跟我讲说 你自己小心一点 你不要被开除 开除的话 你这条路会很辛苦 已经有人这样子提醒你了 我其实会怕说真的 我不知道罗志强可能比较坚强 在政治圈里面滚比较久 但我其实会怕 我其实压力很大 可是问题是像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指着我们鼻子骂说 你们国民党怎么这个样子 你们国民党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其实听到最后 我的火气也会上来 我也会很想说 又不是我做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 可是全党 尤其是正在选的同志们 他们就一样在第一线的时候 就会在菜市场 就会被问 罗志强一定有精力 真的菜市场很认真在发面子的时候 就会有人拿面子 国民党的 你们国民党都怎么样 车很难堪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 5点要起来送车 然后晚上到10点11点才回到家里 都可能被这样一个新闻 然后就抵消了3% 5% 然后再从头慢慢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是让人家最伤感的地方